接下来这则新闻要推荐给我们今天的导播 想要维持好身材 运动经常是不二法门 今天就要带您来认识一位运动爱好者 他曾经在十年之内胖了四十公斤 那最胖的时候呢 体重甚至要直逼破表的一百公斤 那之后呢 则是凭借着跑步骑车和游泳 在八个月之内就甩掉了四十公斤 而且这样的好身材 已经维持了五年都没有变胖 穿着一身近装 他是谢博鑫 看起来就像是专业的自有车选手 很难想象五年前 谢博鑫的体重还高达一百公斤 当时因为生活习惯不好 谢博鑫经常应酬喝酒还吃宵夜 不知不觉十年内竟然胖了四十公斤 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的他 一路胖到了一百公斤 你出去外面啊 会被人家歧视啊 就算人家没有讲 可是那个眼光啊 或者是一些态度 你就觉得说 怎么很不舒服 好像胖子就 就没有人权的这种感觉 也因为过胖出现了痛风 关节不舒服等健康问题 在自己的庆生会上 学弟一句话刺激 让他决心减肥 彻底告别宵夜和寒糖饮料 开始运动 从快走进展到跑步 也骑车和游泳 短短八个月的时间 就把那十年增加的四十公斤甩掉 恢复六十公斤的体重 养成运动习惯 交了不少好朋友 偶尔也会参加运动比赛 他比如说像玩铁人三项好了 那样长距离的三项运动 都可以完成 那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是克服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讲 就是带过很多正面的能量 不只有正面能量 谢国欣说瘦下来不难 但是要维持不腹胖 真的很难 五年来他天天跑步运动 他说运动的好处真的很多 为了健康 他会一直动下去 UDN TV张震宁 七海伦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